我现在香港最近有台风 打算坐巴士去中环那边吃饭 顺便转转 前面有双层巴士的一个站点 在香港打出租车是很容易的 双层巴士还是比较便宜 看一下车次 9次8 19块5 从轻衣可以直接到 优政总局 就是中环 再等一会儿 外面雨挺大的 下着雨 有什么车就上什么车吧 948路是穿隧道的 这个车可以到地铁站 再换地铁 日景楼是什么小区啊 大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 巴士站等车的人特别多 打车的寥寥无几 前面就是荔枝脚地铁站 往右转到望角香港 这站到达了深水部的桂林街 按一下电钮在这站下车 走 外面雨依然很大 打算先在深水部吃个饭 风这么大 伞都容易被吹走 看看水果 是25一个 苹果27个 这还有蓝莓25元一盒 这边的水果都是论个卖的 新鲜的猪肉28一斤 这是豆角 十元一斤 这是花菜 八元一斤 来到一个市场 大南街 整个这条街都是蔬菜水果 还有肉 仿佛来到了一个菜市场 抓紧找一个商场 先避避雨 然后吃点饭 这上面有个大楼 熟食中心 我想吃的是绿色的菜叶 坐电梯到达了二楼 因为今天有台风 很多店面都没有开 有鸡蛋 鸡蛋是论个的 两元一个 这边还有大米 上到最底的层 还有一个门 招租广告 看看这边的公室 100块钱一个小时 做兼职 周六晚上 进去看看 哇 这么多桌子 有一种大排档的感觉 这种餐厅适合多人聚餐 还是先去别的地方吃饭吧 不知道出口在哪 这边随便一个菜辣子鸡 半只都118 一只180 我觉得手机都差点被吹飞了 快跑 太冷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餐厅 又是印度的咖喱 我真的不想吃咖喱 但这边的咖喱只需要45 随便剪个头发 一板 大街上的广告 就是你想住一张床位 都长到1900了 看一下 来到了南昌压 都2023了 怎么还有光盘DVD啊 一张还挺贵呢 240港币 今天好多的店铺 都没有开门 未满18岁 不可以进 地铁口的旁边 吃的挺多 这家餐厅只营业了上午啊 毕竟有台风 大冷天的 如果找不到住的地方 就只能在大街上了 这边是大二手手机 银行门口有很多人在这蹲着 能稍微的遮蔽点雨 毕竟这边的房子太贵了 这边还有很多人 只能在外面吃饭 外面吃饭便宜 幸好这有一家餐厅 这个餐厅也暂停了 只能点外卖 上厕所也不行啊 20呢 倒是有水饺 这有一家巴基斯坦的餐厅 还是咖喱炒饭 再找找 这边有黄金饼 进来看看 点菜环节 随便一个豆腐花 甜的是十一 吃一个 牛肉球 十元两个 再吃个爽滑的肠粉吧 十元四条 九点三样 这顿饭一共是三十二港币 尝尝豆腐花 甜的 细肠粉 上面是甜面酱 我以为这是肠粉跟广东肠粉一样 原来就是一个粉 里面啥也没有 牛肉丸子 餐厅里想买一包餐厅值四块 就这么一包 吃完饭 结算 给 三十六港币 外面的雨更大了 抓紧找个超市 台风影响 公交车都停运了 狂风骤雨 我得抓紧时间 在超市买完东西 就走 看看周围 有没有超市啊 快点跑 啊 这雨太大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超市 快点跑 24小时 这苹果64个 还打了三只 蔬菜的话 比如说黄瓜 十七 四百克 看看葡萄 这个特价 六十 牛奶 七十两件 这个大米 九十四 八公斤 八公斤的大米 还有油 油是七十亿公斤 最基本的可乐 五百毫升 九块五 拿个基本泡面 八块五一瓣 五派 五百毫升 十五 不买了 还是拿基本矿泉水吧 最基本的 六块 一个 薯片 随便一个 十八 一百五十克 有24的 拿个最便宜的 十块的 两百克 奥利奥 这个二十呢 这种巧克力夹心饼干 二十五 两百克 这种大味的汽水 十三 也拿了 生活用品区 随便高路节的牙膏 三十九块九 都卖缺货了 算算这点东西 要花多少钱 一共是六十九块八 在超市买完东西 我得抓紧时间坐巴士车回去 了 外面的风 特别大 抓紧躲避一下 还不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 这里吧